台湾架頭文化基金會 十年前在培養國社 成立愛的主庫 提供共土文化 按小時間就來培養到 小孩的架頭習慣 十年後,立都科技到 鳳爐主成會上愛心企業 有個作為來觀五十三位 道書,豐富 道書館的總設量 台灣架頭文化基金會 為了提供共土文化 的架頭文化 十年前在培養國社 建立愛的主庫 十年後,鴻鈺主成會 立都科技到愛心團體 作為學官五十三位 共土合作,豐富宿口等重 三十一盒上後 在培養國社辦理 愛的主庫2.0跟拜登列 請接台 請大家給我們掌聲 請過聽到我來 培養國小比較特殊 他在十年前就有愛的書庫 那十年後的今天 我們有一些書 可能要必須要汰換 所以這個等於是愛的書庫 2.0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書庫 讓每一個老師帶著孩子 看共同一本書 這個班級裡面共讀 這個閱讀的效果可能會更好 鴻鈺是一家五十年的企業 今年剛好是滿五十週年 那平常我們走上也都是買書送給員工 他非常重視小朋友的一些教育 所以在一些 這三鄉鎮和美三港 還有縣西這三鄉鎮的一些國小 其實只要有需要 鴻鈺池三會的協助 他都可以盡他自己的一個力量幫助大家 透過教育可以打開世界志堂 就由教育可以吸收心中的養分 本來有需要的提供和討論文化 在北京地開學的 和小的心情和家庭 到底了解和討論文化 一方面是想提醒所有 今天能夠到場的家長 去告訴大家 閱讀是我們將來在 親子三位起一個很棒的工具 提醒每一個孩子 在今日是一個閱讀人 明日都有機會成為一個領導人 那另一方面呢 也希望所有可愛的新生 在入學的時候 就有機會呢 看見社會上許多了不起的人 以他們為榜樣 除了基盤愛的書庫和白瓦董 本來跟家長一起 還特別準備在學校 跟家長一起的新生分享 而且世界讓家長和孩子 做完整大手畫小手的瓦董 把完整的作品放在石工膠囊裡面 等到年後要畢業不合工 還要到場合出來回憶 對中華新聞也豐富 和米菜也豐富多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阳大学